Hello 大家好 我是菜寶寶 寶寶 Channel 剛才去完大埔開宿 吃街市吃了 豬扒麵 有很多賣菜的店 燒臘店 這裡有當燒臘店 很多人買東西 前一點也當賣新鮮豬肉 這間豬肉店叫日日鮮 旁邊這間賣海味 外面有些簡單的 煲湯材料 也有些市民在選擇 旁邊這間店買些生活用品 對面有很大檔的水果檔 這檔也有很多人買東西 今天也頗熱 水果這樣曬著會不會很快變壞 前面有間偉康 對面有間賣梳果的店 叫皇后優質果菜 看到剛剛過了中秋節 韓國來賣55元三角 菜大概十多元有兩間 看到這裡的豆漿 十六元兩枝 這裡有些新鮮的炸魚蛋 那這裡看到這款 應該是台灣的海特芒果 一百元三角 零五元十一個 零五十元十一個 拣拣 拣拣 那轉到來 這個大明里這邊 都是有一些病房 這間食蛇根車仔麵店 都很多年 走前一點給大家看看 因為公園也有很多老人家在一起 轉來廣福里 這裡有一間林記燒蠟店 這裡有一間店叫花城 衣服是10元件 走前一點 這裡有當賣日行零食 這一間也是開了很多年 也有很多粉絲進去幫忙 前面有一個人應該說話 不過我聽到他應該正在調結他音樂 不拍他了 因為他應該有段時間調 在這裏開了一間很大間的紋身店 買一些日常用品的 有很多賣場 這裡有一間 看到有個婆婆跌倒了 聽街坊說他不小心跌倒了 有人在幫他 我都不走過去拍他了 所以說是可以那樣 走前一點就是廣福 度 走前一點就是廣福 這間店舖整間賣的小衣服 現在變成很多地方都不是以前的店舖 很多都變成散貨場 來到廣福 這位置超級多人 現在是最好的店舖 這間店舖的店舖 很多店舖 有很多店舖 很多店舖 都買了很多店舖 蒸飯和蒸包和蒸餅生 這間店舖 這間店舖也有間店舖 前面也沒有什麼看 轉過來這邊 看到這間三筆館 我都排隊吃東西 這間店舖也很多年沒有吃過 這間玻璃又超好吃 剛剛經過地產店 給大家看看這間館房的價錢 有些3,800元 4,000多元都有 有獨立廚刺這些要4,800元 一房一廳這些就5,800元 天氣都挺熱 剛才走了一陣子已經全身汗了 這條路是過去大埔虛火車站的 旁邊也比較多村巴 給居民回自己的屋園 那很快 我已經走到大埔虛火車站了 那這條影片分析了這麼多 記得給我一個Like 還有訂閱我頻道 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 拜拜